童年就是用一些秘密来作为分水嶺 就是儿童如何被逐一逐一揭示这个世界的秘密 就是他们慢慢成为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过程 Miu啊 运用儿童演员来探索小及暴力的议题 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会预期有某些观众会感觉到困扰或者不安呢? 而这种情绪是你希望可以流动起的,对吗? 那你会怎样去回应这些观众呢? 这次《吸美迪眼的男孩们》 邀请了8至11岁的儿童演员来参与这个演出 其实这个过程中都会有一些逆步逆趋的感觉 早期去做一些资料搜集的时候 我看了一个社会学家 他就讨论童年是怎样建构出来的呢? 那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 童年就是用一些秘密来作为分水嶺 即是儿童如何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被逐一点逐一点揭示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 就是他们慢慢由童年的阶段 成为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有讨论到美迪眼的故事 可能这个故事比较血腥 或者比较牵涉到一些人性的情节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 其实他们都会有他们的方式 或者生活经验 去帮助他们去理解那件事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的责任 就是除了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给那些儿童演员去探索之外 我们自己都要反思一下 怎样将这些有关人性 有关暴力 或者一些比较残酷一点的真实 好像未是很有绝对答案的这些秘密 究竟我们怎样一起逐个逐个打开呢 当这些秘密飞了出来 好像潘朵拉盒子那样被打开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或者成年人 如何去回应 又会不会可以找到一些 在这些秘密隐藏了之后 关于世界的真相 我猜这是我们阶段展演 最想做到的事情 这阶段展演是由前进进戏剧工作坊 和西九文化区合办 会在8月12-13日 19-20日 在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细盒演出